这个行情真的是蛮强的 你们不要看说 昨天跌140几点 今天涨60几点好像不强 真的是强 因为如果说一个族群 它已经走完了 基本上今天它就不要反弹了 我们也昨天也跟各位讲 事实上只是一个资金的转移而已 但是我必须讲 AI的聚集性还是真的蛮强 尤其是今天 我看到了我常跟各位讲那一档技嘉 他一碰到月线马上反弹 我就说好强 甚至最强的是什么 最强的是光宝克 光宝克一碰到周线马上就谈 那广达也不弱 你说广达今天是黑的 问题广达补了缺口以后继续往上走 所以待会会针对这跟各位持续的做报告 但是也诚如我最近讲的 我们这一波 毕竟你说 技嘉从93块就开始讲 111块 117块5毛 到135块5毛 到234块都有跟各位做报告 那 如果说技嘉 未来还会涨 可是他现在要先整理 我们怎么把这资金抽出来做有效的运用 这才是你收看超越巅峰你要的嘛 不然我说实在 如果每天都跟你讲技嘉 广达这些股票 讲句难听点 你又不是从低档买的 跟各位也没什么关系 那今天事实上有两则消息 我是觉得对于日后 一定会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情是 据这个四调机构 他在研究 到2027年的时候 整个microLED的价钱 会剩下今天 到今天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会很清明 所以以后会是microLED的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友达群创 表现得还不错 但是有没有跟他一样的 今天更强的 我们待会跟各位讲 还有今天有的消息就是 中国大陆从9月31号开始 他会严格限制 特定用途的无人机 他不要外销到其他国家去 那对于台湾一些无人机 正式有贩售的厂商 是不是一个利多 我们待会都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各位也知道说 我们不定时的 会有做一些比较分析 那我们当然说 以比较分析来讲 有的昨天创了破断新高 有的一直到今天还创破断新高 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如果涨幅太大的 你不要收看电视机 低档没买 涨上来了才去追 然后一天政府很大 我不希望各位这样 好不好 那最近因为我的本人的 liet 还有youtube 已经快破万 所以我在昨天有跟各位讲 有一个对折活动 蛮多人打来问 一起发的对折活动 就是因为 我的youtube和liet 即将破万 我会 你们出一半 另外一半 我在八月初的时候 我来付 让大家都可以跟着操作 那你还没有扫描youtube的吗 你扫描一下 让我尽快破万 liet也是一样 那你真的一起发这个活动 有不清楚的 你也可以借由liet来私讯我们 我必须讲 这档股票呢 是在 4月12号那时候 做比较分析的 是20块5毛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一直到昨天 还创了近期的高点 拉回 今天也蛮强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各位可以看 他一直到昨天 我说实话 还真的是蛮强的 到昨天的时候 刚好涨了150% 涨了150% 又开始有做一些拉回 最主要是 他补了这个缺口 然后为什么 昨天拉了 就会往下走 因为前一天 外资已经开始在卖了 反而融资进来 融券减少 所以他的压力就比较大 对不起 有点小感冒 那基本上 他回测的周线是手稳 OK 还可以继续观察 各位要了解 他手周线是手稳 一到昨天是涨了150% 这是其中一档 我们有做比较分析的股票 都会跟各位做再三的说明 你们不要说涨了150%的才去追 而且是出现在融资增加外资减少的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档 波洛威 波洛威今天政府比较大 从61块6我们就跟各位做报告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底部 我为什么常常跟各位介绍底部的股票 他机会比较大 从61块6到71块8 我们都跟各位讲底部见大量 这种股票会上涨 然后到上礼拜五的时候涨了54% 昨天涨了68.8% 今天早上一开盘又涨停 但是我必须讲 凡线上已经涨了70几%了 涨了70几% 各位看一下 今天就开始震荡 因为他跟五日线乖离过大 我们昨天还有跟各位讲的公事 我说一档股票 他的高点距离周线 如果超过15%附近的话 他会产生乖离过大 我昨天还有再特别提醒一次 所以你用108去处理90块 是不是就将近15%左右 他就有产生乖离来回测周线 这两次破落位 短线上涨幅也超过75%了 所以今天开始震荡就比较大了 你看一下今天震荡 涨停板涨了75% 又开始就震荡了 像这种股票 你就要看他周线守不守得稳 守得稳了 我们再来找切入点 一波一波做 你看低档的时候 61块6就跟各位报告 一直到今天涨停板 总共涨了75% 所以今天震荡就比较大 我说也常在讲 有时候你们不要看电视去买股票 你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讲的时候 有够清楚 你看一下 当时这比较分析表 7月3号的收盘价是61块6 跟你讲的股票有够低 你就不需要说他涨了75%以后 今天再来冒这个风险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 比较低档的时候 跟各位做说明 那我刚刚我有讲到说 技嘉 以技嘉怎么看 技嘉当然我们把几个重要的识点 跟各位做分析 93块94块8 111块 这个你都看过了 117块5毛 135块5毛 然后一直到 持续的上涨 其实这个趴数值 让各位知道说 我们走过这一段岁月 到261块5毛 当时创高 6月16号我们就等拉回 等拉回到多少 等到拉回到回测月线 234 我这边都有写 写得清清楚楚 跟各位讲 拉回这个月线是买点 他从234一口气 你看他涨到哪里去 一口气 创造了到300块 到333 到333总共涨了441% 然后 当天打下来以后 我们就跟各位讲 你以后要留意就是333 为什么 什么时候要过 回测周线 第一次他就回测周线 回测周线 再创高 然后再创高来到354.5 再创高来到382.5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已经 我可以跟你讲 股票做到这种程度 什么也不用再多讲 你懂我意思吗 那像这种股票 当AI整个要回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 我们看一下 你就要留意 它创高以后 本来是回测月线 以后沿着周线在走 可是这一次 我们要去检定 整个AI要检定的比较严格 昨天一根长黑 已经破了周线了 我们再看的就是月线 它的防守线 有没有 月线的防守线在哪里 306块 有没有 306 来 观众朋友们 你看一下 306块 我这边 今天一找 我就写306在这里 它就是守在月线 AI的股票有分三种 一种就是 它沿着周线在走的 它昨天已经破了周线 我们可以允许它 再一次回测月线 回测月线它一定要守 没守的话 这种股票它修正的幅度 等于说要修正 要修正比较久 我们也实识求是跟各位讲 不管是93块买的 不管你是111块买的 117块5块买的 这一次我们一样看月线 给你看月线 一样看月线 306 你这种基本的肾子要有 也就是说 它来回测这个横盘区 又回测月线手稳 下一波 它也没办法再挑战前高 这就很重要 不要被这根肠黑吓到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上礼拜已经跟各位讲 可以拿部分资金来做别的 我上礼拜已经有讲了 那一样的 我们再看 它的基本面是不是 完全没改变 所以你记加 你现在要记就是月线 你那支笔记下月线 手稳的它会再攻 那基本面没有改变 至于说广达 我们从145块 就跟各位一路报告 对不对 它到昨天还算高 我给各位看一下 145块 它其实这一波 到底广达涨了多少 我们没有算帕数给你们 你们好像没有感觉 事实上 它昨天来到高点271 是总共涨了将近90% 从145块 到昨天的高点271 总共涨了将近九成 那你就要看 看什么 它最近农资有没有减少 昨天整个农资也有减 外资也减 资营商也减 反而是借券卖出增加了 这就有学问 昨天那种沙盘 我们可以知道说 整个农资是有减 是对的 外资也在卖 可是借券卖出 反而是增加的 这个又有戏剧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广达 它严格说起来 它是比技嘉要强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的借券卖出 昨天是增加的 所以它今天是回补了什么 回补了7月24号的 227到230的缺口 它算是强的 它就手稳 所以它是 我们这个AI是有分的 最强的是守周线 那像它次强的 它是补缺口 再来看是技嘉防守月线 那最强是哪一档 最强是这一档 它沿着周线走 就好像之前的技嘉一样 昨天创高了 那头信还是站在买方 所以最近我们在看AI要怎么看 先看光宝科 再看广达 再看技嘉 这样子你就一目了然知道说 其实强弱分明 就是这样子看 大家清楚了吧 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跟各位讲 你要特别了解这种 这种组合 非常清楚 同样的 我们来看 那今天整个广达 是不是回撤这个缺口 回撤缺口 我们来看一下2382的广达 对啊 回撤缺口 这里回撤缺口 我们就可以断定说 它事实上 整个今天AI的族群 都有做什么 都有做防守 如果一个族群真正走完了 它也不用守了 代表说这里 昨天的零食这样杀下来 坦白讲 真正的一些坐守也走不掉 所以它才会 遇到了重要的支撑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次 技嘉的月线 广达的缺口 光宝科的周线 他们都有遇到抵抗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 你们心脏特别强的 你可以去追逐这些股票 拉回的买点 因为它毕竟在右上角 那如果说是稳健的投资 你要注意什么 你要注意说新的股票有出现 就是说今天有讲 Michael LED的股票来讲的话 在未来 2027年的时候 它的售价只会剩下 剩下四分之一的售价而已 那一定是完全普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包含这个2409的 这个 友达 或者是3481的群创 它其实群创今天又算 波段新高 它们表现也都不错 这档子群创 这是友达 表现都不错 那你就要看说 有没有跟他们自己 同一个族群的股票 基本上 也是受惠到Michael LED 未来如果说 它售价只有剩下四分之一 会长的股票 这第一 我刚刚又讲到说 以无人机来讲的话 无人机 中国大陆 当它禁止出口以后 那台湾的到底有没有机会 所以要从这两个层面去想说 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之前已经经过修正 那KD指标又在低档 其实真正好的股票会出现什么形态 一定是会出现什么 日KD黄金交叉 在低档 那周KD也出现黄金交叉 也在低档 那月KD持续往上 那刚好又有这两个题材 那如果说 又正巧的 它又刚好今天 带量突破下降压力线 那是不是 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们 这个一起发这个专案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我就是要帮各位找这种股票 找这种 不像说之前那种 在天上右上角的股票 而是帮各位找一些 还在右下角的股票 至于是哪一档 我们下个阶段再跟各位做报告 谢谢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待会儿有一些图形 如果我声音比较没那么OK 你就慢慢看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收看我节目 你对技术分析你都了解一些 比如说两点之间画一条线 叫做下降压力线 那你们就可以看说为什么 我觉得有些股票 你可以做一些转移 那我今天帮各位首选的 你看一下这档股票 它名字叫做中光电 它是国内 少数有量产 已经开始有销售到 其他地区的 有销售无人机的 中光电 我相信各位知道 它之前那一波就是 军工股在动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中光电 那你说它跟 麦克LED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 有达群众这些掌 它本身就是做背光模组的 所以它等于两个题材都有 两个题材都有 那今天是第一天 K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导播KLaw 我们把那个底下的KD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今天第一天 KD出现黄金交叉 今天第一天 我把它移上来一点 对 你们刚刚可能看不到 我把它移一下 是不是 第一天出现黄金交叉 这里第一天出现黄金交叉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投信最近是站在买方 投信站在买方 最近都赚了买方 那这种股票你就要了解 我现在跟你报告的是 在右下角的股票 代表它有经过整理 这个是日线上来看 对不对 那我再给你看一个周线 你不觉得很巧 它周KD也在地档出现黄金交叉 我们以前是不是有讲过一个叫做循环法则 就是一档股票 它要开始要起涨的时候 它出现日KD出现黄金交叉 周KD出现黄金交叉 那它的周KD刚好也在低档 代表这档股票呢 它以中长线来讲 它也是出现了一个买进讯 日KD出现黄金交叉在这里 对不对 投信大买 然后周KD也是刚刚才出现黄金交叉 那看一下月KD呢 月KD还持续的往上走 本来开口比较大的 最近有收敛的 持续往上走 所以以指标来讲的话 它是既是月KD继续往上 周KD在地档出现黄金交叉 日KD在地档出现黄金交叉 又突破了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这不是好中再加好吗 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 它实际的绩效 因为我今天那个 还没做字卡 我明天会拿字卡给各位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表现 你可以看到它第二季每股成因是1.05 对不对 1.05 那它上半年度是1.7 那是不是代表说 它第一季只有赚0.65 那是不是代表它的业绩是大幅的成长 有吗 对啊 第二季赚了1.05 第一季才赚0.65 那是不是大幅的成长 给各位看一下 对啊 第一季才0.65嘛 对不对 可是它第二季呢 第二季已经来到1.05了 从0.65到1.05是大幅成长 没错吧 为什么这一波整个 我们讲的昨天会这种震荡 因为有太多AI的股票 在第二季的时候 到底它营收 不是只有看营收 它的EPS有没有跟上 还是一个Question Mark 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开出来 所以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 担心害怕 会怕说这个什么内支玩过头 可是我们帮各位选的股票 它已经跟你公布了 第二季的EPS已经出来了 那么亮眼 1.05除以0.65 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大的 代表它的本益比来讲并不高 并不高 那以技术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刚刚才突破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日KD也才刚刚出现黄金交叉 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投信会不断的在买 它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买股票 你如果说投信有买的 它会做比较久一点 那我们今天是给各位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你今天一定有听到两则消息 一个就是MicroLED 根据试调机构来讲的话 到2027年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售价会只有现在的25%而已 你觉得代表它会很清明 大家会使用 所以对于面板族群来讲 今天也是实际上是一个利多 你看到友达或群创也都在涨 那当然对于做背光模组的中光店 一定也是供逢其时 那再来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今天有另外一则消息 是中国大会那边对无人机会有一些限制 那本身中光店又是有实际 有实际有对外有售出的 无人机的一家厂商 它等于有加两个利多 那我们在技术分析选择上 我们常常在节目中 也不是说教各位 就是大家互相来学习的 我在掺讨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股票能够长得那么久 长得又可以走大波段 就是因为它符合循环法则的依据 什么叫循环法则 日KD往上 周KD往上 月KD持续往上 就是你不管是长线的 你是中线的 你是短线的 它都出现了很强烈的买进去 所以一档股票你到底有没有机会 其实是创造出来 你一定要经过修正 你看这档股票修正多久了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股票 你比如说你看23 你看 它一定是在右上角 可是你看到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 是不是在右下角 就是有不一样 我才会跟各位讲说 当然 你要继续做AI的 我当然会追踪 你想要做广达的 你也可以来找我 你想做技嘉 你也可以来找我 你要做光宝科 你也可以来找我 因为要做右上角的 那个我跟你讲 那脑细胞死的要特别多 但是说实话 它的短线上的价差也会比较大 那你又是稳健的观众朋友们 你希望说在AI以外 我们也跟各位讲 还有另外一条出入可以去寻找的 有一些底部的股票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178的这个行动 178的行动是怎样 我的Lite 我的这个 YouTube已经快要破万了 那我也发下一个宏愿 当他们破万的时候 我就打对折了 我现在开始就跟我讲 马上要破万了 那破万对折嘛 我YouTube Lite 即将订阅破万 又会挺你一半 你出一半剩下一半我来 我还是帮各位找喷出的股票 那八月有哪些股票 你就跟着我就好了 因为坦白讲 这一波有太多这种 会喷才是英雄的 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们每天收看节目 你也知道 你的如果股票换成了 我的比较强的股票 彩色人生 我们才会神采飞扬 记得这个178这个活动 是针对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 会帮各位找一些好的股票 我们一起来发 那破万对折 就是用最低的一个门槛 让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操作 一如各位明天操作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